各位观众 新年平安 欢迎收看《易经风水》专业电视台维新电视 在2月5日农历新年正月初五 星期六晚间7点30分播出的维新周报 我是洪玉佳 谨遵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 在农历新年播出当年度维新周报总回顾 即上周之后 今日继续播出四大项主题 希望世界各地华人朋友一同了解禅机山维新圣教 走过的2021年 首先进入维新圣教重要法会法医回顾 了解创教宗主如何带领贤士同修 身体力行 具体实践消灾化节天命的过程 带您参与重点画面 经过庚子年疫情的影响 在新丑年 禅机山维新圣教继续实践消灾化节的天命 遵循王禅老祖师尊的圣事 起见各项法会 奉请诸佛圣神上帝阿拉 共转天温永息 天灾永息 世界和平大法轮 农历正月9日 总本山仙佛寺起见 新丑年公祝 玉皇大帝圣诞 即维新道藏开卷法医 为玉皇大天尊祝寿 同时进行道藏开卷 将1046券道藏经卷 收藏于各地道藏中 互有十方 历年来道藏开卷至今 总计已收藏23,636券 是维新圣教之瑰宝 亦是维新贤士 中华三祖15,615姓士祖灵之天梯 宗主开士同修们 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成就维新净土于当下 回归自信佛净土 成就佛果位 接着在2月24日清晨起见 维新圣教新丑年 叩谢万国上帝阿拉神灯 加持台湾平安法会 以万盏油灯及各项贡品 供养万国上帝阿拉诸天 圣神佛菩萨 共同守护台湾平安 法会于3月14日圆满 举行宴口诗时 不供养万国上帝的子民 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 叩谢万国上帝阿拉之慈悲 法会奉送朱灵回归本位 并恭请万国上帝阿拉诸大神 共同参加 供祝王禅老祖圣诞法会 维新圣教每年的重要法会 供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 顺利于5月1日起见 至8日圆满 同时于天坛进行 维新圣教新丑年 消灾化节两岸和平 世界和平法仪 为台湾与大陆两岸 中华三祖儿女 解冤世节 消灾化节 并设立万国上帝圣座 点灯祈福 期盼世界196国平安无灾厄 5月台湾遭逢大旱 以及疫情侵袭 维新圣教宗主 混元禅师 为消灾化节 奉王禅老祖圣事 前往台南关子岭 水火同源地 恭迎奉请 神农岩帝本尊圣灵 并取圣水 化解台湾今年的两大灾难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及严重干旱缺水 祈福消灾 维新圣教也于5月19日 在总坛 维新大道起见 中华民族 15615姓氏祖灵 回归南天 晒佛法会 依法仪 遇圣遇佛 让列祖列宗祖灵 洗涤夜报 身清静 奉送回归南天净土 转生西方极乐世界 佛净土 成就佛果位 圆满祭祖法仪 消灾化节 天温永息 诸天圣神 佛菩萨骑降临 共转法轮 皇产老祖盛世 中华三祖天尊 也要来转法轮 护佑众生平安 因此6月起 在维新圣教台中道场 奉请九离吃油地祖天尊 天一道场 奉请神农地祖天尊 三宝寺奉请 轩辕皇帝祖天尊 光降道场谈成 共转法轮 护国又民 天温永息 圆满消灾化节 终于7月之后 疫情慢慢趋稳 渐渐平息 台湾平安了 维新圣教随即于8月底 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 维新圣教总坛起见 开天40周年 谢天恩大法会 以鲜花素果 天仙妙舞供养祖灵 烟花礼炮 寇谢天恩 宗主开示同修们 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本着为国修道 为人类祈福 来消灾化解 化解世间的恩怨情仇 迈向未来光明的路径 紧接着维新圣教三宝寺 于9月起见 恭祝中原及鱼卵盆圣会 姚池金母天尊 地藏王菩萨圣诞 梁皇祈安 消灾大法会 由维新圣教泛拜学院 诵经法师生坛 召请中华列祖先灵 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等 聚来法会 一同诵经礼灿 灿悔解罪 寇谢佛恩 相对于疫情得缓解 台海两岸的情势 在辛丑年逐渐严峻 两岸兄弟一家亲 奈何政治领导人 无视人民和平的心愿 维新圣教再次承担天命 于9月13日起见 公祝阿弥陀佛佛誕旦 护国习灾 台湾平安九九法会 奉请中华列祖列宗朱祖林 前来听经文法 授纳供养 听闻中华子孙 爱好和平的心声 平息恩怨情仇 共转台湾平安 世界一家亲 两岸真和平之法轮 也祈愿 两岸领导人都能体念 中华子孙和平的心愿 化解干戈习正真 同其世界永和平 法会在12月19日 举办万灵归心大归依法仪 有法会中 参与照请中华列祖先灵的 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 礼监士及同修代表们 代表引领中华列祖先灵们 进行归依 归依佛 归依法 归依僧 此后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往生净土佛世界 各自成就佛果位 在新首年 维新圣教国际弘法 也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由宗物中心原新主任 率领维新贤士 与澳大利亚学者 班杰明 斐银教授 进行 鬼谷先师 天德经 易经的工作 终于圆满完成 于10月14日 在总本山 仙佛寺 维新圣殿 进行天德经 英文版 秉天法仪 斐银教授 经由网络 视讯连线 也同时与澳洲 共同参与此法仪 这部消灾化节的经典 能更广泛流传于世 利益人天 参与易经者 功德无量 此也为 维新圣教 在国际间的红法 及共同推动 消灾化节 世界而平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波涛汹涌的一年 台湾暂时平安了 在外面的狂风暴雨 仍时刻存在威胁 国内的族群和谐 也存在援峻的考验 唯我维新贤士 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努力恭送天德经回向 台湾平安 世界永和平 维新电视新丑年 重要法会法仪回顾 请稍后片刻 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接续主题为 追根溯源 敬天祭祖 进入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 与九九法会 召请中华民族先祖圣灵的 重要画面 借由这九十九天的法会 以及召请先祖圣灵书上的法医过程 了解维新圣教的宗教文化 与维新贤士们生活中的宗教实践 追根溯源 追根溯源 敬天祭祖 是禅基山维新圣教发扬大笑精神的体现 自2004年 维新圣教宗族混元禅师 遵天法旨 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 至2021年元旦 第十五谈联合祭祖圆满大典 中华三祖儿女 追根溯源 天下一家亲 以大笑大爱 表达对中华先祖的尽孝追思 圆满先祖 化解干戈 天下一家亲 为两岸和平 共转世界和平法轮 十五谈祭祖已然圆满 但中华儿女 圣中追缘的省思 不会停止 维新圣教在新丑年中 举办中华民族 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组 回归南天晒佛法会 以法御佛 御圣 御祖灵 为祖灵洗涤夜报 回归清静自信 接着又于 公祝阿弥陀佛佛诞 九九法会 由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 礼监事 每日带领 同修代表 恭送佛号 以乡 照请中华 列祖先灵 前来法会谈成 受拿中华儿女 维新贤士 祭祀供养 并在十二月十九日 由全体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 礼监事 及参加照请祖灵的 所有贤士同修代表们 引领祖灵大归一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僧 归一圣 此后 依法修行 各自成就 维新圣教也在 2022年元旦 于总本山千佛禅堂 举行第十六坛 追根溯源 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 大典主席 维新圣教宗族混元禅师 生坛 带领维新圣教各宗法单位 及各地道场同修代表 依次生坛祭祖 师母也代表中华儿女 敬献鲜花 供养祖灵 中华先祖 祖德流芳 中华儿女 孝心永存 维新圣教宗族混元禅师 开示 要达到世界和平的第一步 就是祭祀祖灵 因此 追根溯源 禁天祭祖 将是中华儿女 维新贤士 永存于心的大校体现 维新电视 新丑年 追根溯源 禁天祭祖回顾 以下关注 中文推动世界和平各项交流 国内宗教友好往来 红法讲座 与发放物资公益活动等 相关记录报道 请进入维新圣教与台湾 及国际社会的紧密连结 主题回顾 新丑年 艰辛抗旱 防疫及面对两岸情势 起见各项法会的忙碌之中 维新圣教仍然秉持 反省忏悔实践之精神 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实践于社会 弘扬于国际 农历正月15日 维新圣教宗族混元禅师 与众同休闲事 前往台南市归人区的 大事殿为台湾祖师 圣诞贺寿 感恩台湾祖师 倒架慈航 救度众生 祈求台湾祖师 慈悲加持世界和平 接着在国立3月7日 中务中心 原新主任等代表 出席 由台湾国际职业妇女协会 和民主太平洋联盟 所共同举办的 2021 妇女和平论坛 在三八妇女节前夕 以和平无价 唯有投资和平 才能预防战争 来呼吁女性同胞 大家一起来投资和平 宗族更于3月21日 应邀北上 出席在集思交通部 国际会议厅 举行之联合国 NGO WHF 世界和谐基金会 颁奖典礼 获颁2021世界和谐 杰出贡献奖 是台湾第一人 获颁此奖项殊荣 宗族致辞指出 和平是人的基本尊严 而所谓的两岸 是战争与和平 是爱与恨 亦是人的妄念 上下左右 贫富贵贱 都是两岸 愿全球人类 都能认知到 所谓的两岸来自妄念 若能不忘记本心 跨越两岸的真正和平 则终将到来 随后于4月22日 宗族在应邀出席 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 及联合国NGO 世界和谐基金会 全球和平联盟台湾总会 台湾国际职业妇女协会 所共同举办的 联合国世界地球日 51周年 千年茶园 两岸和谐平安夜活动 为大众宣讲 世界和平之道 呼请全球各国 停止军备竞赛 全力拯救地球 12月4日 宗主邪师母 率领同修代表 出席前副总统 吕秀莲女士的Her Story 50年巡回特展 首场展出 以天人和谐 及世界和平祈愿文 和王禅老祖战绩 来供养普天下的十方大众 唤醒世界人类爱的觉醒 另外 维新圣教也积极与 在地社区人民互动提供协助 三月初 诗讯处原品法师 前往南投市空大 南投乐学专班 做专题演讲 为乡亲父老们 介绍一经风水学的人生大智慧 如何用于现代生活中 也希望大家都能来学习妙法 家家户户都平安 越南教室一经班同修们 更是在疫情期间 收到平阳省新成立的 BECOM MAX方舱医院 物资告急之讯息 立即展开募集所需医务 将总计5896件衣服和裤子 进行分包、装箱 远从中越 杜送爱新道 越南平阳方舱医院 发挥人积几积 人逆几逆 以及利他的大爱精神 维新圣教也在9月初 举办开天40周年 叩谢天恩法会 法医圆满之后 谨遵宗主开示 将捕捉共品物资打包装箱 由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 维新电视台等 共同参与此公益法务 将物资分送临近南投地区 里长服务处 拜访临近地区乡亲 关心疫情当下大家的近况 将物资轻松到家 诚挚表达全体维新 贤士同修诚挚的心意 在宗教交流上 3月20日由宗主指派 袁新主任 袁平法师 袁朴法师 协同宗务中心 及中港道场的贤士同修 前往天地教 天极行宫 参加新丑年中华民族 海内外同胞祭祖大典 实践追根溯源 反本报史之大校精神 相同的宗旨和理念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 也在3月底 举行新丑年 基优知会长表扬 即新任知会长宣誓典礼 功德基金会董事长 混元禅师与众董事们 表彰优秀的知会长们 勤勉知会长们再接再厉 尽心承担知会长的天命重责 在新丑年中 疫情侵袭台湾时 维新圣教也因应配合防疫 自5月中起 封山自修 宗族指示全体维新贤士们 在家自修精进 诵经祈福 万幸在全民的自动自发 配合政府政策 及大众前程诵经祈福下 疫情消退 台湾平安 维新圣教各地分四道场 再次开放参拜 为大众解忧 为全民祈福 环境或许艰辛 但弘法力生 消灾解恶的天命永不止步 维新电视新丑年 禅吉山维新圣教 与台湾继国际社会的紧密连结回顾 请稍后片刻 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消灾化解是维新圣教的宗教核心 王禅老祖盛事 由于世界和平 无法光以人力来达成 必须借重宗教安定名养两界的力量来圆满 而宗主也开示 中华民族与世界人类 文明以来因战争 饥饿或无名撒生 所累积的渊渊 必须先解渊事劫 才能消灾化解 实现真正的和平 因此维新圣教举办许多的法会 不断恭送百万部以上经典 启动宗教不可思议的消灾化解力量 引领大众身体力行 祈祷消灾化解世界和平 请进入消灾化解诵经祈福 回顾报道 消灾化解是禅机生 唯新圣教唯新贤士的天命 宗族混元禅师 行到40年来 带着唯新贤士弟子 遵循王禅老祖圣事 以各种法仪供送租金回向 供养实践消灾化解之天命 至今已完成百余项事机 人率领贤士们一路同行 静静夜夜贯彻始终 实践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本愿 庚子年新冠肺炎 天温疫情蔓延不息 新丑年之中 更侵袭台湾 造成人心恐慌 唯新圣教全体显示同修 在王禅老祖师尊圣事下 依宗族混元禅师指示 继续供送租金回向 在新丑年公祝王禅老祖圣诞法会 达成480万部以上的天德金功德 回向天温萨神 而后在疫情之中 同修显示再加送金功德回向 于台中道场 天一道场和三宝市 所举行的三场消灾化节 天温永息法会中 以金宝功德回向 供养天温萨神 祈求台湾平安 疫情缓解 天温永息 终于上天悲悯 台湾疫情渐渐熄灭 台湾平安了 但世界疫情仍旧持续不断 变种病毒一波波侵袭而来 造成世界人类灾情持续不断 师尊圣事 宗主慈悲开示 维新地址当继续诵经回向 达成了在维新圣教新丑年 公祝阿弥陀佛佛弹法会上 以888万部以上的天德金功德来供养 祈求天温天灾永息 台湾平安 世界永和平 同时在此天命中 担当重责大任的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 也于9月初召开第五届礼监事会议 改选礼监事 共选出第五届礼事35人 监事11人 游远武法师 出任礼事长 肩负起推动世界和平本愿的天命 随即在阿弥陀佛佛弹法会上 承担邀请列祖列宗来参加法会的使命 未来更将执行各项消灾化解任务 推动世界和平之法轮 维新贤士善知识们也请一起来诵经 消灾化解为台湾平安 世界和平尽一己的心力 维新殿四 新丑年消灾化解诵经祈福回顾 创造宗主本人禅师开示 农历初四 初八 都是喜神降临的好日子 适合开示 也提醒善性大众 可请分寺道场住持法师 瞻流年 协助解挂 了解在哪一方面要多注意 期盼仰将王禅老祖天威加持 大家拥有信心 勇气与智慧 生活安定美好 维新周报持续在每周六晚上7点30分 以及星期日早上7点30分 下午1点 邀请您一同关注 禅吉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 祝福您 人引年 俯虎生风 何家吉祥平安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